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讲将学习罗郎级数 这里包含两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我们要介绍含有负密次项的密集数 第二个内容是罗郎定理 首先我们介绍含有负密次项的密集数 我们看一个引力 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 1-1在0点的密集数展开为 1加Z加Z的平方加下去 Z等模小于1 事实上我们发现这个函数 在整个复平面上只有一个起点 就是Z等于1 但正是这一个起点 便使得函数只能在Z等模小于1范围内 展开为Z的密集数形式 在Z等模大于1如此大的解析区域内 却不能展开为Z的密集数 那么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也就是我们希望在更大的解析区域内 将函数展开为密集数的形式 设想Z的模大于1 那么就有1除以Z的模小于1 从而1减Z分之1就可以变成 负Z分之1乘以1除以1减Z分之1 再由于1除以Z的模小于1 然后利用以Z的重要展开式 1减Z分之1就可以写成 负Z分之1减去Z的平方分之1 减去Z的立方分之1 一直减下去 这样一个表达式 而这样一个表达式成立的范围是 Z的模大于1 这样一来 在整个负平面上就有 当Z的模小于1时 1减Z分之1 可以表达成 1加Z加Z的平方 加下去这样一个密集数的形式 而当Z的模大于1时 1减Z分之1 可以写成负Z分之1 减去Z的平方分之1 减去Z的立方分之1 减下去 这样一个密集数的形式 通过这个引力我们发现 如果不限制 一定要展开为 子含有正密次项的密集数的形式化 也就是说 引入负密次项 那么就有可能将一个函数 在整个负平面上展开成 集数的形式 所以我们将讨论下列形式的极数 也就是Sigma AN乘以Z-Z0括号的N次方 N从负无穷取到正无穷 也就是说 在这个极数中 Z-Z0可以取到负指数的形式 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 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是 在引入了负密次项以后 这种含有负密次项的密集数的收敛特性又如何呢 首先将密集数SigmaAN乘以Z-Z0括号的N次方 N从负无穷取到正无穷 分为两部分 正密次项和负密次项部分 正密次项我们计为A 负密次项计为B 由泰勒定理知道 对于正密次项的部分 它的收敛范围是一个圆盘 也就是Z-Z0的膜小于R2 而对于极数B 它的收敛形式应该是 Z-Z0的膜大于R1 所以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如果极数SigmaAN乘以Z-Z0括号的N次方 N从负无穷取到正无穷收敛 那么它的收敛域应该是 Z-Z0的膜小于R2 而大于R1 特别的 如果子含有正密次项 那么收敛域为 Z-Z0的膜小于R大于等于0 如果子含有负密次项 那么收敛域为 Z-Z0的膜大于R 而小于正无穷 事实上 这样的两类收敛域 都可以被看出是一种特殊的环域 这是收敛域的问题 第二个要说明的是 极数SigmaAN乘以Z-Z0括号的N字方 N从负无穷取到正无穷 在收敛域内 核函数是解析的 而且具有与 正密集数相同的运算性质和分析性质 这里我们就不再展开了 下面我们学习罗朗定理 假设函数FZ 在圆环域D 也就是Z-Z0的膜小于R2 大于R1范围内解析 则函数一定能在此圆环域内 展开为密集数SigmaAN乘以 Z-Z0的N字方 N从负无穷取到正无穷的形式 这里的系数AN等于2πI分之一 乘以F可塞 除以可塞减Z0括号的N加1字方 对曲线C的积分 曲线C围绕着Z0的简单B曲线 关于这个定理 我们也做几点说明 第一点展开式中 关于系数AN的求法 假设FZ可以写成 右边这样一个密集数的形式 我们的目标是要求出AN 这个时候将等式两边同时 除以Z-Z0括号的N加1次方 左边变成FZ除以Z-Z0括号的N加1次方 而右边AN乘以Z-Z0括号的N次方 这一项恰好变成AN除以Z-Z0 接下来对等式两边 对Z来取B曲线积分 C为包围Z0的圆环域类的简单B曲线 左边变成FZ除以Z-Z0括号的N加1次方 对曲线C的积分 而右边进行逐项求积分 我们发现每一项积分都是重要积分 那么只有当N等于1时积分值不等于0 等于2πI 而其余的都等于0 所以只剩下含有AN的这一项 这样就可以求出AN的表达式 是这样的一个积分形式 罗朗集数的正密次项和负密次项 分别称为罗朗集数的解析部分和主要部分 第三点要说明的是 和泰勒集数的唯一性一样 一个在某环域类解析的函数 展开为含有正负密次项的集数时 是唯一的 第四点 系数AN刚才求出来的表达式是 2πI分之1乘以Fξ除以ξ-Z0 括号的N加1次方对曲线C的积分 在泰勒集数中 我们知道系数AN有两种表达形式 一种是这种积分的表达形式 还有一种是高阶导数来表达的形式 这里罗朗集数中 系数AN是否也可以用高阶导数的形式来表达呢 我们说这里的AN不等于N的阶层分之一 乘以F的N阶导数在Z0处的函数值 因为这里的函数FZ 它不满足高阶导数定义的条件 所以无法运用高阶导数公式 第五 如果函数FZ在圆环 Z-Z0的模小于R大于等于0内解析 则函数在此圆环内的罗朗展开式 就是泰勒展开式 也就是说 Z-Z0的模小于R大于等于0 如果把它看作是圆环 那么函数可以在圆环内表达成 罗朗集数的形式 如果把这一个区域看作是圆环 那么函数在这个圆环内 也可以展开为泰勒集数的形式 第五条就说明 在这样一个圆环内解析的函数 展开成泰勒集数和罗朗集数是一样的 好 这一讲的内容我们就介绍这么多 BGM BGM